文字幕志愿者 李宏章 另外半个政坛是他的敌人对手 李宏章一生经历过道光 贤丰 佟智 光绪四朝 道光皇帝 贤丰皇帝 佟智皇帝 光绪皇帝 再加上慈安太后 慈禧太后是他的上司 同时 在朝廷里掌握大权的宏亲王义西 纯亲王义宣 庆亲王义匡 是李宏章的垂直领导 李宏章与这三个铁帽子王的关系都极为密切 李宏章新办洋务运动 创建北洋水师 离不开公亲王和纯亲王的支持 否则的话 他注定将一事无成 号称中兴名臣第一人的曾国藩 是李宏章的老师 恩人 曾 李宏章的老师 永久都要求 李宏章的老师 留众 李宏章的老师 宣人 曾公共